今天花一百块在广西东兴包条船出海 看看都能闹点啥 打鱼了 我的天啊 这么多鱼 大家好 我是小雨 昨天决定了今天要出海捕鱼 有点小激动 居然失眠了 今天就把我的小水桶带出来了 看一会儿能不能把它装满 这边都是打鱼才回来的 看他们也披了桶的 应该是满载而归 现在我们就去找我们的船 今天我给我们房车的邻居一起出海 这是游哥 还有兰姐 我记得上一次出海捕鱼 还是在马尔代夫 那次是钓鱼 这次是第一次捕鱼 对 小雨的捕鱼首相 即将开始 还没开始上船呢 大爷就送了我们这么多螃蟹 这都有一斤多了吧 这大爷挺好的 而且价格很实惠 一百块 我问了一下另外的船要差不多两百块 走 上船 大爷 我们这一趟要玩多久呀 一个小时吗 然后离打鱼的地方还要多远 远不远 远啊 他这边的渔民不太听到我们说话 说普通话他们也听不怎么懂 但是特别的善良 特别的淳朴 他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四个人一起过来的 所以给我们打两个网 一会看一下下两网你打多少鱼起来 你说这个大海里面能装多少鱼呀 感觉一万个我都吃不完 那边看一下前面好多也是打鱼的船 都是我们的同行 一会儿我们要加油呀 千万不要被那边的同行超越了 现在在下网呢 海生保佑 保佑逮个大龙山 这个网是一点一点下去的 哇 这个网有点长哟 越长哟的越多 现在我们是下第二个网呢 下了网之后就要慢慢跑起来 可能要跑二三十分钟 跑得越久 收的鱼就越多 我笑一句一南歌给你唱 给我唱 一南歌 越南歌唱越南歌 好 可以可以 大家鼓掌 鼓掌鼓掌 他给我们唱 说鼓掌鼓掌 鼓掌 鼓掌鼓掌 你们是金族吗 我叫金族了 对金族 金族是他们就说越南语的 大爷你多少岁了 我七十七岁 七十四岁 看不出来嘛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他精神状态特别好 对特别好 显得特别年轻 对显得特别年轻 我去就有牙齿 我先过后天啊 这样没有牙齿了 没办法了 哦没有牙齿就没办法了 他牙齿 他去用几个牙齿 我先过后天哦 哦他有牙齿唱歌好听 你现在唱歌也好听 也很好听 现在又开始启动了 船就要开始跑起来了 这事要干嘛呀 干鱼 回来嘛 来吧 要吃进去 好 天的越想 鱼越多 收网了收网了 看一下我们钓了多少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数不清 这边还有三条河豚 这个不能吃 这个是有毒的 一会儿这些鱼拿来把它炖了 小心他咬你 那个河豚 河豚要咬人的吗 要 还吃 要死人的 不要碰 不要碰 啊 塞 我的天啊 这么多鱼 好看 现在钓了好多鱼起来 但是一个螃蟹没捉到 海参保佑 螃蟹快来 龙虾快来 还可以了 可以了 至少都好多鲸了 对 还是活的 好想活一活的 那个螃蟹直接把我的手都夹出血了 好大的粒 就是这只螃蟹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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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它把我夹出血了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 这么大一桶鱼 几十上百只吧 虽然鱼不是很大 但是 品种很多 我看了一下 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 我们叫不出名的品种 还有 大爷送的螃蟹 现在我们就拿出去加工 尝一下大海的味道 你们这加工怎么算的 这种鱼 还有 螃蟹怎么算的加工 如果是白酌的话 就十块一盆 炒的十五块 红烧怎么算的 红烧十五块一盆 不讲经吗 这里两盆菜 这里 这里是两盆 就三十块 对 红烧三十 我们加工的红烧鱼就到了 不仅是鱼 还有螃蟹 来先盛一个 还可以 肉比较紧实 这边有蒜 这个拌着蒜好吃 盛一个螃蟹腿 这肉好嫩 好吃的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今天把我 夹出血的那些小螃蟹 气死我了 抱负它 一定把它一口闷掉 好脆 今天出来是一百块钱 加工三十 我觉得这一百三花的太值得了 应该是我们出来这么久 玩的最记性的一天 然后吃的也是最爽的一天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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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